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慶 生產物價指數,即PPI 是反映工業採購價格 以及產品出廠價格 PPI的升跌,反映工業需求的強弱 對經濟好壞有啟示 PPI上升,顯示市場需求活躍 廠家擴大生產規模,增加採購 從而推升生產物價 我們稱之為PPI通脹 是經濟向好的徵兆 相反,PPI下跌,反映市場需求不足 廠家減少採購 令到生產物價向下,我們稱之為PPI通縮 這是經濟向淡的證示料 此外,PPI和CPI有一定的關係 正所謂羊無出戰羊身上 企業通常都會將生產成本轉價給消費者 因此,生產物價向上 消費物價遲早都會上升 總結而言,生產物價指數的升跌 反映市場對工業產品需求的強弱 當出現PPI通脹,是經濟向好的徵兆 而出現PPI通縮,就是經濟向淡的徵兆 市場推動 省東部 韓氏